2022年福智林集团合伙人 首席战略官弗林卡周藩女士 荣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这一书荣是对弗林卡周藩女士在推动社会发展 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杰出贡献的认可 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和社会领袖 佛林卡周藩女士在福智林集团的发展和成功中花费了重复作用 她不仅带领团队健吻前行 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成长 同时也始终保持关注社会责任 并致力于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佛林卡周藩女士认为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承担起回归社会的责任 同时积极投入社会事业 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她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包括自助教育 关注福利服务 资助热视群体 积极投入社会事业 成为了社会公募中杰出人物形象 她于2022年拿到了PBM 公共服务奖章 年仅30多岁的她 就拥有如此头衔 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一代的楷末 简单来说的话 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开始做基层义工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前辈 那么我从大家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其实我们讲拿这个PBM的奖章呢 是对我自己的这个义工工作的一个认可 但同时呢 也正因为我在大家在义工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那从中才了解到说 施笔寿更有福 而且呢 我们不单纯的觉得拿奖是为了拿奖 而是说这是对我自己本身个人的一个激励 让我在未来的路上 更多的以不以善小而不为的这样的心态 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 不以善小而不为 每天进步一点点 因为在生活工作当中呢 我很喜欢说 不以善小而不为 有一个原因 那么不以善小而不为呢 不仅仅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为善极乐 要做很多的好事 其实呢 就连你来到福智林 在公司的门口你都会看到 不以善小而不为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常常跟同事分享 今天你帮助了身边的同事 你帮助了客户 这也是行善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说单纯的说 我在生活工作之余 去做善事 去做社会义工的这个形式 才算是不以善小而不为 而且呢 往往我们如果能够把身边的小事做好 从一点一滴做起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美好 我们的家园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个发光发亮的小太阳 因为自己发光发亮而让自己所照耀到的世界更加的美好 近几年参与了许多慈善活动 是什么样的初衷 让他投身于慈善事业 其实讲到慈善事业的话呢 我想说的是 从刚才我提到的2014年开始做一公开始 再到后面2016年与善机社结缘 与卓顺发太平绅士结缘 我从大家身上学习到了 如何在回馈社会 为身边的人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 寻求到快乐的感觉 因为如果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来谋福利的话呢 快乐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只有在生活工作当中 我们更大的把自己的这个能力无限的放大 能够帮助到身边的人 那么你会感觉到这个快乐感是无限的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阳光的感觉是无限的 福智林近些年都会定期捐款给慈善组织 他认为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回馈社会 带着企业一起做慈善 简单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一个企业在社会上生存 赚钱呢是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赚到钱之后 不管我们的能力大与小 都应该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社区 给予一定的贡献 那贡献的量可大可小 但至少我们心里要感恩 怀着感恩的心态说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我们赚到了钱 企业有盈利 那么我们能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做些什么 这是企业家和企业的高管们 一直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进福智林的大门 就看到善绩天下这四个大字 善绩天下呢 这四个字原本是净空法师 写给善绩一社的 那么在我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复印板 那么也是善绩跟我之间的一个缘分 然后送了这四个字在福智林的办公室 那么善呢 如果我们可以把善的信念 善的信念 能够带给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的话呢 我们的世界一定更加的美好 如果我们能够把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随随时时的都能够提醒自己的话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正能量 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善绩天下这四个字 真的是非常的阳光 非常的正能量 我非常的喜欢 他跟善绩一社结缘很深 很多活动都能看到他支持善绩 他也是善绩一社的爱心大使 其实呢 我们常常讲啊 人生本是不圆满的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追求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何为圆满呢 在2016年当时其实也是因为我出了我的诗集 我从古代来的这个系列 当时呢是通过红韵传媒的创办人马龙云 帮我介绍了善绩一社主席卓顺发太平绅士 那么在了解到善绩一社的精神理念价值观 以及卓顺发太平绅士的慈善理念之后呢 我自己呢是深深的被打动了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能够与善绩一起为善祭乐 就是人生当中寻求圆满的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在善绩的话呢 其实过往的这些年呢 我有帮忙善绩去维护他的线上的社交媒体平台 主要就是微信的平台 那么也就是网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在善绩的活动方面 我也会尽量的协助帮忙去做一些筹款 那也当然呢 更多的是把善绩的精神传播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了解善绩 让更多的人明白善绩不仅是一个慈善的中医团体 它更多的是一个慈善的平台 我们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善绩的平台上面 把我们的慈善精神发挥到极致 跟卓顺发太平绅士认识许久 在他眼中 他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经常跟卓主席说 我觉得他为慈善真的做了非常多 为善绩做了非常多 可以讲卓顺发太平绅士就是一个自己会发光发热的太阳 那么他喜欢用自己的力量能量来照亮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也正因为有卓顺发太平绅士 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 那么才会有更多的有爱心的人士加入到善绩的团体当中 因为大家都被卓顺发太平绅士非常无私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有爱的精神 慈善的精神所感染 那么大家也愿意与善绩一社 与卓顺发太平绅士一起为善极乐 为我们的世界做一些事情 在他眼里卓顺发太平绅士 做的哪一件事最让他感动 最感动的事情 当然卓顺发太平绅士 因为以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嘛 那你说如果从一个是可以讲事业的顶峰 做的非常好的时候 能够毅然决然的转身 投入到慈善事业 这十多年来 从2008年到现在 分文不取 而且自己还出钱出力 为慈善 为这个事业 付出自己的心力 付出自己的能力 付出自己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的 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点 我想对卓顺发太平绅士讲的话 就是您要多保重身体 多多的照顾自己 我相信会有更多 与善计同行的爱心人士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把善计做得更好 然后呢 也让这个慈善的平台 更加发光发热 帮助到更多的人 在2016年与善计一社结缘 他就开始了他的善计义工生涯 在2016年 当时我与善计和善计一社主席 卓顺发太平绅士结缘之后呢 我就开始加入了善计义工的大家庭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真的学习了很多 而且呢 也体悟到 其实做义工 我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并不要给自己设一个限制 就是说啊 我一定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准 我才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的 哪怕有的人 举个例子 他说 我就每个星期 有一个小时来善计打扫卫生 这也是一种义工的形式 再或者是善计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有一些物料提前需要义工来整理 如果大家有时间 你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来帮忙 这也是一种义工的形式 甚至我看到 有很多的妈妈们 在做义工的时候 把自己的孩子带来 对吧 然后呢 带着小朋友 一起感受说 新加坡当地的社会 是怎样的温暖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在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 就相当于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做一些义工的工作 那么总结一下 就是比如说 善计一社 义工里面 我刚刚提到 有人出钱 有人出力 甚至像这个福智林 对吧 举例说明 哪怕我一个月 就是捐款 Jero 一千块钱新币 帮助一百位年长者 免费在善计议社 来看病啊 拿药啊 问诊啊 这也是一种功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局限于自己 说我们不要要面子 说我一定要达到怎么样的经济水平 我才来捐款 我一定要有多少多少时间 我才来做义工 真的不需要 我们只要有自己这个为善 祭乐这样的一个心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现在开始来做善计的义工的工作了 所以大家可以填表加入我们成为善计义工大家庭当中的一分子 善计全体同仁 自力打造新加坡为善良制度 谢谢大家